花千亿搞战机 怕是屈人说梦 此前民进党宣称 将在七年之内以一千亿成本完成 性能足以与新一代逆松战机抗衡的 下一代战机的原型机 并于研发计划启动九年之后 进入量产阶段 此计划日前遭到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 安全组召集人林玉芳的痛批 称民进党恐怕是乐观到不切实际 然而民进党的军事野心并未因此止步 日前蔡英文不顾民意反对 在台中市设立了全台湾第五个爱国者导弹阵地 更令人警惕的是 曾被搁置的雄三导弹增程型量产计划 也被再度启用 据悉雄三导弹由台湾自行引发 号称航母杀手 而增程型的射程更是超过300公里 更有台媒扬言 几乎整个大陆东南沿海 都在其射程范围之内 挑衅意味十足 所以关于两岸关系的话题 我们也来看看 在线观众席都有哪些提问 是的 在我们后台上 我们看到在线观众 对于台独都是一片寒大 由此可以反映 中国大陆方面的民意 我们来看一位观众 他的提问是针对刚才我们的片子 沧海明月问 我想知道台湾目前的空军战力如何 以台湾目前的水平 有研发新战机的能力吗 蔡英文所谓的千亿成本 研发新战机计划的费用 由谁来出 以台湾目前的军力和财力 这个计划可行吗 好 又是连续几个问题 那位嘉宾也会 莫老师 先举牌了 请您来回应一下 好 这样台湾呢 它的空军战力应该说 总的来讲台湾空军是5.5万人构成的 那么它的飞行部队呢 大概是2万人 其他还有这个所谓警卫部队 还有1.2万人 那么台湾空军的战机呢 总共是大概是688架 那么其中呢 像三代机 比如说F-15 F-16呢 是120架 包括幻银2000呢 大概是57架 那么其他呢 都是台湾自己研制 或者其他战机 那么台湾空军应该说 经过这一年的发展呢 可以说它也形成了一种 高中低的这样一个搭配 我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 台湾曾经启动了 叫这个IDF这个战机计划 当时这个IDF呢 它是一个英文缩写 意思就是说 自制防御战机这样一个计划 主要是针对当时大陆发展 这个歼7歼8 这样一个新型战机以后 它针对这样一个战机 启动了这样一个计划 那么后来有了经国号等等 取代了原来F5的这个旧的战机 那么总的来讲 虽然它有高中低的搭配 但是总的来讲呢 它的很多 包括原来那三代机 都已经老化了 你比如说它从美国 进的F15 F16 台湾一直想让美国给它提升 比如想买美国的F16CD 但是美国不卖它 当然也有大陆 对美国的这样的压力 有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 达成的这样一个协议吧 那么同时呢 它还想买美国的F35 也不卖它 所以呢 它的这个有些战地 都是老化的 那么总的来讲 应该说 现在就是台湾的 这样一个状况呢 应该说 它的这个很多老化了 但是它还启动 这个所谓千亿的 这个战机计划 我记得林玉芳 其实说了一句 非常形象的话 我觉得有道理 叫井中之花 水中之月 叫井花水月 为什么这么讲 它主要 不是井花水月 是井花水月 是井花水月 也可以叫井花水月吧 井中之花 水中之月 为什么这么讲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去年 台湾的这个军事预算 大概是900多亿 那么今年减少了103亿 照这样一个经济状况 哪有钱去支撑 这样一个计划 第二个台湾 现在这个技术储备 远远不够 也就七年左右的时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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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